大型活動粉絲們可能要哭了 因為國際奧會成員Dick Pound 發言表示如果武漢肺炎疫情還無法控制的話 東京奧運有可能會被取消 微報報導根據奧會成員的說法 如果在接下來幾個月疫情還是無法控制 那麼今年的東京2020奧運將很有可能被取消 這次的夏季奧運將於今年7月24日展開 從1978就擔任奧會成員 到現在的Dick Pound 認為到做出決定還有大約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Dick向美聯社表示 在那段時間前後人們會問 疫情是否受到足夠的控制 我們才有信心去東京 但老實說 誰知道接下來世界各國能怎麼控制疫情 離奧運開始的日子一步步接近 Dick Pound表示 很多事情要開始進行 加強安檢 主辦國的餐飲安排 奧運選手村、旅館等 媒體單位也都會到現場搭建臨時攝影棚 Dick說 如果國際奧會決定 東京奧運不能如期舉行 那麼這很可能會被直接取消 不過 看看日本目前疫情控制的狀況 大家還是要有點信心 進行 進行 進行